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太医生水 祖家和长孙家之人面面相去 谁也不愿意动手 原本夏侯健在他们眼里就是跳梁小丑一个 现在竟然想来指挥自己 当然不肯 但血神功的令牌在他的手上 也不敢公然违抗 一个个站在那儿 目光冰冷 不少人更是扭过头去不吭声 夏侯健冷笑道 你们今日已经对夏侯家动手了 以为现在不动 夏侯家就会放过你们吗 这四周至少埋伏了上百人 你们不动手就得死 众人眉头一皱 果然大片的破空之声纷纷响起 四面八方冲出大批舞者来 一个个朝两家之人飞袭而来 两家之人都是心中发苦 一片无奈之色 既然血神功已经插手 他们此行已经不可能会有收获了 这种情况下早就想退 被夏侯家人围攻下 只能出手应付 但斗志全无 庭院之中很快就乱成一团 这两家人派来的也都是精英 联合起来 实力在夏侯家人之上 只是这个时候了 谁也不肯做螳螂 让血神功这个黄雀得力 只是稍稍应付 打得虽乱 却不激烈 夏侯爷的经历则一直在关注着夏侯城和两名血神功的高手过招 三个人都是九星五尊 在血神功那诡异的济血之法下 夏侯城苦苦支撑 却依然节节败退 溅落下风 这个程度的战斗 九星五尊之下卷入进去 怕是当场就灰飞烟灭了 夏侯爷看得心中大吉 连连喊道 大哥 别斗了 把玉杯给他们就是 夏侯城的身影在血光当中不断闪烁 喝道 二爹 爹一直说我天真 现在天真的可是你呀 就算交出玉杯 他们又能放过我们吗 挺有觉悟的呀 违抗血神功令私自带宝物出来 就是死路一条 一名血神功人宁笑道 手中一柄放血的刺刃 疏然的一分为二 趁其不备 破开了夏侯城的防御 一根刺刃 便是直接刺入了他的肩头 夏侯城 猛然刺痛 只觉得肩膀上一马 他狂怒的顶着剑刃入体 反而栖身上前 一掌便朝着那人的额头上拍下 大骨的鲜血从肩膀上飙射出来 对方大惊 想不到夏侯城竟然如此勇猛 躲避不及 掌风落下 猛然一咬牙 身体疏然爆裂开来 化出大团的血雾 让对方一掌直接落了空 夏侯城 眉头一皱 此刻另外一人飞躬而上 他急忙凌空退去 同时一把抓住肩头上的血刃拔了出来 顿时带出大片的血肉 露出森森白骨 更让他震怒的是 那大片血肉上变得一片漆黑 竟然有剧毒 那化作血雾之人 转身又凝成了人形 只不过元气大伤 脸色苍白的退在一旁休息 冷眼观看 另外那个人 脸上露出冷笑之色 见夏侯城已经中毒 也就不急着进攻了 只是在那耗着 让对方体内的毒血加速发作 夏侯爷看得大悲不已 大声说道 你们要如何才能放过我夏侯家 预备给你们 我的命也给你们 难道还不够 血神宫之人冷笑道 当然不够 违抗了血神令 就是要做好从大陆上除民的准备 夏侯爷悲愤不已 抽出宝剑就冲了上去 剑芒扫过一片 但哪里是血神宫之人的敌手 那名观战之人冷笑之下身体一动 就徒手抓住那宝剑 砰的一声 应声而断 断口处发出腐蚀的气息和一股血腥未来 此人身上带的毒竟然如此之重 夏侯爷呆滞了一下 就看到一双血色大手朝自己抓下 二弟 夏侯城惊呼一声 急忙震开身边纠缠之人 飞身过来营救 那血神宫之人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来 掌势在空中一凝 立即变换了方向往夏侯城的身上排落 近视声东击西 夏侯城一惊 就在血掌落下之时 身后之人身上的气息暴涨 同样一招凌厉至极的招式攻了过来 两大绝招之下 夏侯城本就原理不知 心中一阵慌乱 急忙提升最大的力量防御抵抗 但不过瞬间 他的防御之力便被破开 两道霸道至极的力量冲入体内 震碎他全身的经脉 整个人喷出一大口血来 便震飞了出去 唉 棘手的东西终于解决了 两人中的一位猛然伸出手去 在空中浮现出一只巨大的血手画影 凌空抓下 将那彻底失去了战力的夏侯城 抓住上半身提了起来 目光一扫四周 冷冷的说道 抖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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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力的骂道 畜生 老子真恨当初徒一时爽快 没把你射在墙上 老东西嘴还真硬 血神宫之人凌空画出血色大手 用力一抓 夏侯承顿时吐出一大口血来 其中还掺杂着大量的内脏碎末 气息瞬间削弱下去 别杀他 夏侯承猛然听到 若是他死了 这禁制之法就只有老爷子知道了 他的眼中露出一丝狠色来 含声说道 夏侯承 既然你不当我是儿子 那我也就不当你是爹了 我知道你是英雄好汉 了不起 但夏侯家的人是不是都跟你一样是英雄好汉呢 这里聚集了夏侯家几乎所有的精锐 你不会想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在你的面前吧 还有你的二弟夏侯业 你也不想让他活了吗 休想拿我威胁大哥 夏侯业悲愤的举起断剑就要自吻 蝼蚁之生死 岂能有得了你 血神宫之人轻轻的驱直一谈 便将他手中的断剑打落 随后又是一只大手显化出来 将夏侯爷也抓在了空中 好 好 我说 夏侯丞惨然的说道 他自知今日已无法幸免 怎能看着家族的精锐和手足就此消亡 将禁制之法交出 血神宫之人末迹之后便开始施展出一个个的灵觉来 腹库前的静置如镜面般破裂 尽数地解开 哼哼 果然失去 等我们取得九节玄器 再来好好商量一下 怎么处置你们这些蝼蚁 血神宫之人大笑 一把将腹库大门踢开 正大喜之时 突然一股气息从里面传了出来 澎湃如海 跟随着有异光闪动 那种异样的感觉正是领域之力 怎么回事 这 这是晋级武尊 众人都是一惊 急忙冲了进去 眼前的景象顿时让所有人愕然 随即震惊和暴怒之情 尽数浮现在血神宫两人的脸上 其中一人怒道 这是怎么回事 整个腹库当中空荡荡一片 一块原石都没有见到 只有一名少年盘腿而坐 身上散发出八荒镜的气息来 显示是刚刚进阶到武尊不久 李云霄睁开双眼来 对所有人都熟视无睹 微笑着自语道 总算是恢复了八荒镜的修为 有点力量的感觉了 夏侯剑也是一头雾水 惊怒道 你是何人 怎么会在这里 李云霄笑道 如果我说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在这儿 你信不信 夏侯剑脸色阴沉如水 韩生说道 果然不老实啊 看来得让你老老实实了 这腹库内的宝物呢 李云霄摸了摸脑袋 不好意思的说道 虽然这里的宝物品质都不高 但也不能这般不爱惜 扔得到处都是 我也是好心 已经帮你们收减起来了 你 你这盗贼 竟然敢偷我夏侯家之物 改死 夏侯剑忙道 两位大人 那九阶玄器 一定是这小子偷去了 李云霄身上浮现出的气息 是八荒镜五尊 远在他之上 所以自己不敢动手 哦 你们这腹库建筑的如此严密 静置也是非同一般 他是怎么进来的 血神宫一人 将夏侯城和夏侯叶都扔了出去 摔在地上震得大口吐血出来 夏侯叶悲欺的跑上前去给夏侯城疗伤 眼泪忍不住的掉落下来 夏侯城强挺着重伤的身体 惊骇的看着李云霄 他也实在是想不通此人是到底如何进来的 李云霄苦笑道 这年头 说实话都以为你在说假话 你说假话吧 人家以为你说的是笑话 只有你说笑话的时候才会被人当作是真话 血神宫一人冷冷的说道 你这小子还挺幽默的 不过我讨厌滑头不老实的人 他抬起手来 凌空一抓 如同先前一样 一只血宁的大手浮现在空中 猛然一把抓了下去 直接握住李云霄的上半身 将他提到了空中 李云霄没有丝毫的反抗 只是瞳孔萎缩 惊到 这功法 莫非你们是血神宫的人 这里是血神宫 夏侯县冷冷的笑道 现在才认出我们的身份 想求饶 不觉得有些晚了吗 李云霄答非所问的说道 这么说 这里是冬裕了 血神宫 好像也算是排得上号的门牌吧 怎么宝库当中 只有这么微薄的一点东西 好像很清贫呢 夏侯健怒道 该死 拿了我夏侯家所有的宝物 竟然还嫌寒酸 两位大人 直接扒了他的皮 神闷吧 他怒的 不是李云霄拿光了所有东西 而是竟然说他家穷 夏侯家 怎么着 也算是浮丰城三大家族之一 被他说的家徒四壁似的 让他脸上羞怒 倍感无光